诞生及顶流 穿沙打几林娜贝尔是如何爆红的 粉狐狸林娜贝尔是迪士尼里的一个玩偶角色 于2021年9月29日诞生于上海迪士尼 因上迪位于浦东的穿沙镇 所以小狐狸又得一昵称穿沙打几 她的手里总是拿着一只放大镜 背后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她爱探险充满好奇心热衷与解密 刚入住上迪 林娜贝尔的周边就被一抢而控 即使在二手平台也是无拍无惑 9月1日至10月31日统计期内 从林娜贝尔相关话题的网络舆热度趋势来看 她正妥妥地处于人气上升期不但如此 还有网友专门创建了 林娜贝尔BOT 为喜欢林娜贝尔的大家们 收集转载相关视频 照片在短视频平台中 还有网友对进行林娜贝尔的花车游行直拍直播 收获了大批粉丝关注 有分析师指出 林娜贝尔受欢迎的原因不只是她可爱的外貌 作为一个和传统公主反而背道而驰的角色 她内在的性格设定是独立又勇敢 更加具备新时代女性所向往的特质 得到了一众女孩子们的认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林娜贝尔是全球迪士尼里 首个诞生于中国本土的角色 她由一位中国设计师 以狐狸的原型创作而来 林娜贝尔火爆的背后是主题乐园的新财富密码 打造IP角色 通过打造IP角色 应得人气和流量 已经成为主题乐园的常规操作 从总热度来看 若与樱化牢成为北京环球影城的新晋王牌人物 微震天相比 林娜贝尔的热度值仍比她高出两倍 冬奥会纪念币来了 11月9日开始预约 温州总计发行86万套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普通纪念币 温州地区的兑换即将开始 市民可以通过农行温州分行 建航温州分行 交航温州分行进行线上预约 据悉 温州市动澳必发行工作由农业银行温州分行 建设银行温州分行 交通银行温州分行承办 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本次纪念币发行 仅可通过线上渠道办理预约登记 每人只能预约一次 重复预约不能办理兑换 本次线上预约时间为 2021年11月9日20时30分 至11月11月24时 和17为11月16日至17日 兑换时间为11月18日至24日 记者获悉 东澳必以套为单位进行预约和兑换 每套包括冰上运动项目和雪上运动项目 各一枚 面额均为5元 每人预约 兑换限额为20套 预约 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 仅限于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人民银行将对东澳必预约登记记录进行核查 存在重复预约 预约为兑换等违约记录的公众 不可办理兑换 公众可在2021年11月17日24时后 登陆预约承办银行官方网站查询预约结果 温州市中心一地开始拆迁腾空 本次改造范围为广化桥路以东 路程路以南 新桥头河以北 轻人商场 大川公寓以西不包含路程路499-28号 旧房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 该地块已被列入路程区 2021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改造提升势在必行 虽然该地块占地面积仅53亩 但涉及利益群体类型复杂 思求不一 给挣签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为顺利腾挪发展空间 加快推进西部区域品质提升 广化街道抽调精干力量 成立一半四组攻坚专班 26天完成工业企业签约任务 历经两个月基本完成腾空工作 化解拆迁问题二十余键 并于10月30日上午进场开拆 预计年底完成拆除